基隆就业中心10月6号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举办今年度最后一场中大型联合征才活动 邀请43家优良厂商提供1000个工作机会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找寻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这一次的现场征才活动呢我们总共有43家的厂家同时提供了1000个职缺 那这当中里面有包括我们的制造业、传产业以及服务业还有支援性服务业 甚至还有物流运输业那之类的种类非常的多 基隆就业中心表示根据就业中心的资料统计 民国111年持续受到疫情影响 新登记求职人数和有效就业人数相较前两年同期都持续下降 今年新登记求职人数更跌破1万人 有效就业人数相较于前两年的9000多人和8000多人 今年到10月5号为止只有6000多人 幸好求职就业率往上升 比起前两年的7成多 今年反而突破8成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这一两年来真的是不管是厂商要征才或是我们的求职朋友要找工作 都相行之下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以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今年度我们的求职人数跟就业人数真的是有比往年稍微偏少 可是我们经过我们救福人员非常努力的媒合 所以其实我们的就业率还是有比往年好一点 大概会有八成 所以也希望我们需要求职的好朋友呢 真的不要错机会 经过我们专业的救福人员呢 我们会给你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建议 谢谢 基隆就业中心指出展望和病毒共存即将开放国门政策的同时 就业中心将持续开拓更多元就业管道和机会 媒合求职民众更多工作机会和职缺 同时也为公司行号找到需要的优质人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